pub这个字,我们先把它分个音节 这边呢,pub我们分成一个音节 pub再加上一个音节,叫做念成lesh publish 那publish这个字呢,当作动词 它的意思呢,叫做刊登,或者是出版 那我们直接呢,在后面的pub,lesher ok,那lesher,er这个字 我们在后面加上一个er之后呢 大家都很熟了,对不对 它变成一个出版的人 在这边呢,它就是出版商的意思 publisher 那既然我们学到这个字呢 其实我们有个字呢,可以提醒一下同学 这个字呢,跟一个字的字根 字手有点类似 不是类似,是一模一样 那个就叫做pub 各位知道pub的意思吗 pub的呢,就是酒 就是酒馆,就是酒吧 我们就叫做pub 好,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下面的第一个例句 Mr. White's story will be published in tomorrow's newspaper Everyone in our town will know how he became successful 好,他说呢,Mr. White's story 这个是我们这个句子的主词,对不对 就是所谓的Mr. White's story 这边,从这里到这里呢 他是我们这个句子里面的主词 好,他说呢,他的故事 will be published in tomorrow's newspaper 各位来,这边的will be published 将会被看出来 好,那这边是一个被动语 他因为明天还没有到,对不对 因为in tomorrow's newspaper OK,他会呢,被刊登在明天的报纸上 好,everyone in our town 好,来各位这边就是一个in our town 就是一个用来修饰前面的everyone 就是呢,不是台北的人 也不是那个其他现实的人 而是在我们的正上面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怎么样呢 we'll know,他们将会知道 将会知道一件事 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呢 How he became successful 好,那各位,这边就是由how 所引导的一个什么东西呢 一个名词子句,对不对 he,主词 became,它是一个连维动词 好,successful 在这边当时有形容词 当作主词补语 形成一个所谓的名词子句 当作know这个极物动词的手词 大家了解吗 好,所以他说呢 Mr. White's story will be published 他将会被出版,被刊登 什么时候呢 在明天 刊登在什么地方呢 在明天的报纸上 OK 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例句 Once my favorite writer's new book was published I bought 10 copies of it in the bookstore 好,那说once 注意哦,这边的once呢 在翻译的时候不要翻错了 One这边呢 我们翻成一旦 好,这个东西呢 我们翻成一旦怎么样 好,所以他说呢 一旦呢 我的最喜欢的那个 那个作者的新书 一出版 was published 一旦他出版了 I bought 10 copies of it in the bookstore 好,我就会立刻呢 买十本 好,我们说十本呢 10 copies of 我们用copy这个字 OK,copy原本当作动词是复制 影印,对不对 在这边呢 印的一份 印刷出来的一份 因为买到的书 不可能是作家 他亲笔写的那个原版书 所以呢,其他的 经过排版 经过印刷的 我们一律呢 都把它叫做copy 好,我们接下来看我们的第三个例句 好,第三个例句 他说 Many writers hope that a famous publisher will publish their workbooks so their works can be read all over the world 好,我们看看这个例句 他说呢 许多的作家 他们都希望一件事情 好,这边的that 好,that a famous publisher will publish their books 好,从这边到这边 从that开始 一直到这边的那个 那个什么东西呢 那个publish their books 这个地方 它是由that所印到的一个名词字句 在这里呢 当作hope的授词 好,所以他说呢 许多的作家 他们都希望一件事 什么事情呢 a famous publisher will publish their books 好,这个publisher 出版商 他会怎么样呢 将会出版他们的书 如此一来 so their works can be read all over the world 如此一来呢 他们的作品 好,这边要特别注意到了 这个works在这边 它可不是工作哦 因为当作工作的时候呢 它是不可数的 在这边呢 它当作作品 OK,works 好,作品 那我们就可以加s 好,所以呢 它的作品呢 就可以can be read 好,来这边 要特别注意到了 这个字的音标呢 它要念成red 它的音标呢 跟什么 跟我们的英文的红色的 一样的 好,它是一个过去 过去分词表被动 因为这边呢 它是怎么样 是被读 好,它不是自己读 所以它是被读 怎么样呢 在什么地方被读呢 好,在全世界被读 all over the world 好,这个all over the world 这个片语呢 大家应该很熟了 好,就是全世界 好,谢谢 好,谢谢 好,谢谢